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突发新闻台的中国突发栏目 现在是北京时间3月30日的星期一 我是频道的特约记者岳哥 真实报道热情发生追溯地球村的中国光影 先看今天的头条 习近平重游浙江全城陪同的车骏 到底该不该笑呢 北京时间3月29日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就现身浙江考察 宁波港口及当地的园区复工复产情况 这是习近平自中国农历春节后的第二次离开北京 到地方进行考察 他的这一做法被媒体普遍解读成为 使中国工作重点已经开始转向恢复经济的信号 同时呢 透过他的这次考察也可以看出 习近平对浙江的疫情防控是满意 也是放心的 特别的透过中国官方的视频信息和图片信息 浙江省委书记省人大主任车骏就全程陪同习近平考察 相信能够得到习近平的信任 车骏的心情 即便是隔着口罩 看起来都显然不错 根据新华社3月29日的信息 习近平这一次重返曾经的主政之地 信号意义那是相当明显的了 作为中国东南沿海的经济强省 浙江一直是中国民营经济最为活跃和以出口导向型经济为特长的工业重镇 那么在此次的新冠肺炎疫情之中 浙江也是全国比较早采取果断的措施来遏制疫情 同时也是率先在复工复产中动用了所谓的抢人战术实现共享员工的省份 习近平这次现身浙江就先后视察了宁波州山港的川山港区码头 以及北伦大气高端气配模具园区 前者就处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交汇点 货物的吞吐量连续11年排名世界第一 就被中国官方认为在所谓的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了枢纽的作用 而后者呢 北伦大气高端气配模具园区就聚集了70多家压住模及其上下游的配套企业 目前园区就仍与美国德国意大利等保持着密切的贸易往来 那么习近平视察的这两个地方都是中国外向型经济的代表 综合媒体的解读 那就是在疫情的波及之下 中国正在全力将重心转移到如何重启被按下暂停键的经济发展议题之上 这就与习近平半个月之前赴疫情中心湖北武汉视察的意义 看上去就有了大不同 习近平的武汉之行一般被认为是中共在疫情得到控制之际 稳定社会情绪的一个最为有利的信号 事实上在习近平考察之前的一个多月 包括浙江在内 中国国内复工复产都快速的增加 但是受制于国际疫情的发展 外贸等方面又面临了困难 以上就是习近平浙江型的意义的解读 应该说还是非常明确的 事实上在浙江之外 不少省都摩拳擦掌 希望能够得到习近平的出访 那么这一次浙江省委书记车骏看上去是抢得了先手 透过中国官方发布的视频消息 浙江省委书记省人大主任车骏就全程陪同了习近平到浙江考察 那么习近平考察除了前面提到的经济考量的原因之外 也显示出习近平对车骏的完全信任 公开资料就显示 2017年4月担任浙江一把手的车骏是安徽潮湖人 先后在安徽河北新疆等地工作 在2010年9月被明确为所谓的政部长级 到了2012年身兼多职的车骏当选了18届中央委员 车骏在2016年由新疆调往浙江担任省委副书记 车骏比较受中共的高层欢迎 根据媒体的报道就与他身上的所谓的标签 救火队长可能就有一定的关系 首先是车骏与三路奶粉事件有关 2008年6月石家庄爆发了三路毒奶粉事件 当年的9月时任河北省委常委石家庄市委书记的吴显国 就因为对事件负责而被免职 那么车骏作为救火队长就以省委副书记的身份 兼任了石家庄的市委书记 在解决完三路奶粉的事件之后 车骏又在新疆问题最严重的时候 驰援边疆省份 2010年的年中6月份的时候 距离乌鲁木齐75所谓的打杂抢烧事件 发生不足一年的时候 车骏就接替了聂魏国 担任新疆自治区的党委副书记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书记政委等重要的职务 而眼下车骏主抓的浙江疫情的防控工作 看上去效果也还是不错的 截至3月29日 浙江累计报告确诊病例1255例 累计出院1225例 累计死亡1例 此前陈全国主政的新疆 在全国省级行政区划内第一个全面恢复了经济秩序 而江苏省委书记楼勤简 则带领一众大小的地方官员们 开会时不戴口罩 他的做法也博得了媒体的好评 而如今看上去笑得最甜的还是车骏 因为习近平选择出访浙江 当然这是不是也会给他带来压力呢 不管怎么样 在镜头中可以看到车骏 在口罩之后的效益还是很自然的 也是很明显的 接下去的消息 质量不过关 外交部强调态度有保证 中国近来捐赠外国的武汉肺炎病毒检测 试剂盒以及口罩 就接连被反应品质不佳 甚至是不合标准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在3月3日就表态说 中方帮助别人的心意是真诚的 希望对此问题不要做政治化的解读 华春莹还特别强调 中方刚刚开始防疫的阶段 也收到一些其他国家给予的援助物资 当中也有一些不合格的 当时我们的选择就是相信别国的善意 尊重别国的善意 中国外交部在3月30日的下午就举行了例行的记者会 有媒体就提问 有几个国家表示 中国生产的新冠肺炎病毒快速的检测试剂 和检测结果不准确 出现了品质的问题 中方有何回应 华春莹在回答时就表示 近期许多国家在中国市场采购了医疗物资 有的国家是透过外交管道向中方提出商业采购的需要 中方就推荐了有资质的出口企业与外商沟通协商 华春莹还特别说 外方采购商就没有反应通过上述渠道采购的物资有质量问题 华春莹还进行回应 指对于有几个国家提出的 从中国进口的产品物资出现了品质问题 中国驻有关国家使馆对此都第一时间进行了了解核查 并第一时间做了回应 他就介绍在这些国家中 斯洛伐克医务人员就误将惯用的核酸试剂检测方式 用于新购买的抗原试剂盒 所以造成了结果的不准确 关于菲律宾的一些批评的声音 华春莹就解释 现在菲律宾卫生部也指中国政府捐赠的检测试剂盒 与世界卫生组织提供的效果是一致的 质量也是非常好的 而至于荷兰官员的质疑和批评 华春莹又进行了回应 她说 荷兰官员3月29日反映 透过荷兰代理商自行订购的部分口罩 不适宜重症病房的医护人员使用 那么目前 荷兰卫生部正针对 是否可以将这批口罩 转供防护要求较低的医护人员使用 咨询专业意见等等 华春莹在回答相关提问的最后时 还说中方帮助别人的心意是真诚的 如果过程中出现了个别问题 应该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和精神 立即予以合理的解决 而中方也愿意与有关部门就此保持密切的沟通 接下去的消息 海外华人严防的就是你 爬山近广西的被驱逐 福建更是喊出了最高无期 新冠肺炎疫情在中国本土目前来看是得到了控制 外防输入就成为了中国疫情防控的重点之一 而这其中海外的华人 华裔已经没有了中国国籍的这一个群体 很有可能又是重点提防对象之一 根据中国纪检监察报3月29日的报道 在一周之前也就是3月22日左右 有13名外籍人员就沿着山脉攀爬非法越境 进入了广西壮族自治区的百色式的百南乡 当即就被边境管理部门发现并依法遣返 相关报道就没有提到这13人是不是越南国籍 也没有提到是否是越南国籍的华人或者是华裔 但是考虑到百色和越南接壤 这13人中有华人华裔应该是高概率的可能 此外根据媒体的报道 广西的机场管理集团 还对南宁桂林等地机场进行拉网式的排查 因为广西目前已经实现了本地的确诊病例疑似病例 但作为沿边沿海地区 广西的官方就认为面临较大的境外的疫情的输入风险 无独有偶在福建的泉州官方也是如临大敌 根据大陆媒体的报道 3月28日泉州市公安局的里程分局就发布了 关于严密防范境外新冠肺炎疫情输入的通告 就对新冠肺炎确诊或者疑似患者偷越国境 及相关组织运送偷渡行为做出了明确的规定 而泉州隶属的丰泽区石诗市等也发布了 类似严防偷渡输入疫情的通告 并强调组织偷渡最高可以判处无期徒刑 福建是众所周知的著名的桥乡 相关的政策的指向性看上去就比较明显 3月24日福建省的卫健委副主任王喜英就告诉媒体 福建省现在旅居世界各地的华侨华人以及留学生就有1580多万 分布在全球188个国家和地区 王喜英还特别强调 受一些国家防控策略不同 我国国内医疗条件便利以及清明祭嫂等因素的影响 海外的乡亲留学生回国意愿强烈 疫情输入风险极大 那么毫无疑问 福建的这样的一些政策针对的就是海外的乡亲留学生 中国3月28日就开始采取非常严格的入境政策 外国国籍人士一般情况下无法进入到中国 这一政策也被媒体普遍解读为封国 但是中国外交部和中国移民管理局也留下了一条口子 那就是出于紧急人道主义需要可以网开一面 那么这一些爬着回国 那么这一些乘着小帆船回国的华人华裔 他们能不能被理解成为有人道主义的紧急的需要呢 接下去的消息 5月底的京交会都延期了 那两会呢 根据中国新京报3月30日的最新的报道 原定5月28日到6月1日在北京举办的2020年 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简称京交会就将延期举行 而延期后的具体时间将另行通知 根据报道就引述了京交会组委会的说法 指将密切关注疫情的发展 加强与相关部门的沟通 妥善安排最佳的展期 及时通报各项的进展 待疫情结束之后呈现一个更高规格 更高层次 更高水平的全球服务的贸易的盛会 那么根据报道 目前从北京的情况来看呢 2月到7月 7家主要大型场馆受到疫情影响的展会项目 共计87个 其中确定延期的项目69个 取消的项目有5个 待定的项目达到了13个 根据媒体的报道呢 京交会的规格是比较高的 他由中国商务部和北京市政府共同举办 由世贸组织 联合国冒发会议 经合组织等国际组织共同支持 2012年的5月28日 首届中国的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 也就是京交会在北京召开 2019年开始 京交会就正式更名为 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 那么结合这一次京交会延期 现在就有一个大大的问号了 根据路透社三月份的报道 两会很有可能被延迟到 四月底五月初召开 那么京交会这样高规模的会议会展也被延期了 两会到底会不会在四月底五月初召开呢 毫无疑问 这是所有人都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 接下去的消息 中国卡车急入朝 金正恩又提了什么新指示 为了防止新冠疫情的扩散 朝鲜在两个月前就封锁了通中国的边境线 而根据相关人士的透露 朝鲜目前就正在解除部分对华封锁 而金正恩显然也向习近平提出了新的要求 日本的朝日新闻在3月29日就报道 一些熟悉朝鲜内部情况的中国官员介绍 庆祝朝鲜前最高领导人金志成诞辰的太阳节 在4月15日就即将到来了 而由于缺少庆祝节日必要的用品 朝鲜正在部分解除封锁中国边境的措施 此外消息人士还透露 从1月下旬开始朝鲜国内的大米米粉糖和食用油等生活用品的价格就暴涨 朝鲜居民对此的不满情绪就不断的高涨 朝鲜政府就计划从3月末开始放宽对中国的海运限制 但朝日新闻的分析就特别提到 来往中国的船只上警线朝鲜籍的船员 这种做法就是为了最大程度减少朝鲜和外界的接触 同时又能够确保引进必要的物资 关于海上的交通 日本东京新闻在3月25日的报道也提到 根据相关的卫星照片分析 3月中旬面对黄海的朝鲜7部南铺港的集装箱体积已经激增 并且看上去已经恢复了运输 再看看路上的交通 韩国的朝鲜日报3月30的报道也提到 朝鲜要求中国支援口罩等医疗物资 熟悉朝鲜内部情况的人士就介绍 近日装载医疗器具等的列车和卡车 多次从中国进入到朝鲜 但是在太阳节即将到来之际 朝鲜又强化了对新冠病毒扩散的警戒工作 继续严格限制人际的交流 以上就是今天这个时间段的播报 您现在看到的是突发新闻台的中国突发栏目 我是频道的特约记者岳哥 真是报道热情发生追溯地球村的中国光影 非常期待您的评论订阅点赞和转发 如果您行有余力 也欢迎对我们进行打赏 祝福大家保重身体 我们下次见